原来,传统武术全是吹牛,一上擂台便会现出原形 这段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的影像,记录了日本著名大师日野晃 上擂台与人搏斗全过程 作为日本最知名的气功大师,日野晃从70年代起,便在日本声名确起 不仅在东京开设了舞馆,更是招收了千位弟子在日常训练中 日野晃宛如神功附体,尽管面对年轻力壮的徒弟 日野晃却可以轻松将他们击倒,甚至还未等徒弟靠近自己 日野晃便能使用内力,直接将徒弟震飞 如此神奇的内功,确实打破常人对武术的固有印象 按理说,日野晃只要低调行事,恐怕也不会身败名裂 可日野晃却多次向电视台表示,自己可以上擂台,战胜所有质疑的人 在电视台的推波助拦下,日野晃最终走向擂台 透过镜头我们可以瞧见,日野晃特意挑选了,身材较为矮小的对手 按理说,长期训练的日野晃大师,肯定能将其拿下 果然不出所料,对手显然被日野晃的气势所震慑 完全不敢轻易出手,日野晃则顺势而为,扬起手臂张牙舞爪 可就当日野晃还四处装逼之时,对手猛然一耳光甩出 日野晃当场被打得不知所措,一屁股亮亮呛呛坐在了地上 此时的日野晃仍然想不通,自己一身传统内功,怎么会输 可当比赛再次开始后,对手又是一顿拳斗伺候,日野晃再次被撑猪头 或许到了此刻,日野晃才明白,一切都是徒弟演技逼真 让自己真以为自己有了神功